这个富豪每天都要到着爬楼梯 走路也要靠着墙 因为他绝对不能让别人看到他的后背 岸边路半用天堂之门查看了他的过往记忆 但并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 为了查看富豪背后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岸边特意邀请富豪喝茶 谁知富豪开始有了防备 即便是扭成麻花 也不让他看到自己的后背 就连喝茶都是躺在椅子上喝 可这点小鸡俩根本玩不过岸边路半 他轻轻拖开一个隐藏镜子的开关 就让富豪的后背展露出来 话还没说完 富豪就突然倒地不起 紧接着 后背就冒出什么东西 好像要传出来 随着富豪后背喀巴一声 就直接隐恨西北 岸边露半咋也想不到 不就看了的后背 咋还闹出了人命 可就当尸体被抬走后 岸边路半就感觉背后特别沉 原来是当死去的富豪 趴在了他的背后上 而这个诅咒 也会跟随着岸边路半 只要他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后背 自己就会死 只要家里一来人 男人就要扭成八字麻花 看到是快递小哥 岸边路半赶紧让他把快递放下 等小哥离开后 他才能恢复原状 原来他的背上压着一个背后铃 一旦被别人看到他的后背 自己就会死 为了寻找破解之法 岸边只能尝试着出门 可在别人眼中 他就像个神经兮兮的怪人 可背后铃的体重太沉 岸边路半很快就累得站不起身 这样下去他早晚都会被累死 好在岸边路半想到一个办法 他可以背靠背 躲在一个高个子后面 这样就省去了很多力气 谁知背后铃不怀好意 竟然大声提醒高个子 高个子听后开始不断旋转 想看看背后到底是谁 好在岸边开启天堂之门 在男人记忆中写上永不回头的设定 就这样 高个子不仅不再回头 甚至还把吃瓜群众赶走了 四个小时后 岸边路半来到了一个小巷子 这是对面 来了一个小女孩 岸边路半假装害怕 可这一切都是他提前设计好的 随着岸边路半把后背展现出来 背后铃还以为他会死 谁知一点动静也没有 正当他往后看去时 身后却又无数黑手 把他拖进了地狱 原来 背后铃的唯一禁忌 就是扭头看人 所以才被带走 而那个女孩一开始 就被岸边路半设下了一个 看不到妖精的诅咒 别人看不到背后铃 所以岸边路半才好事都慕有 女孩从小就一只眼是红色 一直是绿色 说话也倒着说 岸边路半用天堂之门 把女孩变成了记忆之书 可她的记忆里 却什么怪物都没有 本以为女孩只是单纯的一同症 可没想到 母亲却坚持她有病 也就是这个时候 岸边路半发现 小女孩只要一生气 就会瞬间消失 母亲被吓坏了 立马满客厅寻找 很快房门 就慢慢打开 小女孩直接来到了一个公园 并且还主动和陌生叔叔说话 等到一群人赶到的时候 竟发现 小女孩和一个陌生叔叔玩耍 这是小女孩第一次出门 也是她第一次愿意 和陌生人接触 为了搞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岸边路半 将所有人都变成了记忆之书 原来六年前 小女孩的父亲 和这个陌生叔叔 一起坐公交出了一场车祸 父亲惨遭一劫离开的人事 但小女孩父亲的心脏 却移植给陌生叔叔 救了这个她一命 所以小女孩见到这个叔叔 才会没有抵触 并且第一次见面 两个人都打心底里喜欢对方 故事的最后 岸边路半把他们恢复原样 不知道是丈夫爱妻子的心在作祟 还是两个人呼声爱母 就这样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 生活在了一起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岸边路半 是一部特别好看的漫改剧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看看原片 苏苏电影 带你走进不一样的电影世界 by bwd6 感谢观看